厕所里面都没有电 都要靠这个手电筒 波红黑来到女侧 全程只利用光线围入的手电筒照明 分不出东南西北 精华酒店火灾隔天上午 一楼还是停水停电 洗手也没有水 靠湿纸巾这样擦一擦 连洗手都没有水 整个一楼黑漆漆 从25号凌晨3点起火到5点多扑灭 隔天上午还是停电中 一直到下午1点 才经过紧急抢收 全管副电 经过强收金华酒店 终于在26号的下午 开始恢复了一楼楼层的宫店 但你可以闻到 现场的农烟味道 还是非常的明显 也因此致命干购店 就选择在今天停止营业一天 很可惜 从高雄 近来发现什么事 美了很暗 灯都关了 今天跑两次 后来看到脸书才知道 暂停整天 趁廉价从南部上来 跑了好几趟还是扑空 就为了一个蛋糕 民众表情难掩失落 蛋糕店25号晚间在官网宣布 今天研制下午1点营业 不过早上10点20分才又破文表示 由于金华酒店供电抢收不及 改为全天暂停营业 店内的50几个蛋糕送来了又整组送回 味道还是有 原本是要上货 结果都撤回去这样 连金华内部餐饮王牌 博力厅Buffet也大受影响 平均一天营收高达百万 停摆将近两天 损失粗估就达160万元 二月八廉价是饭店赚钱的好时机 但一场火灾打乱金华的营业时间 大阪商机 全炮汤 简纯紫芬妮佩玄 新小组Table等